美国白宫十几号批评科技巨头马斯克 称其在社交媒体上发表的反犹太言论是不可接受的 白宫发言人贝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无论在何时 重复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反犹太主义行为都是不可容忍的 这种行为背后的谎言令人震惊 贝茨表示白宫将继续谴责反犹太主义 自10月7日以色列遭到突然袭击后 引发以哈冲突以来 反犹太主义抑制成上升趋势 贝茨表示 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这种宣扬反犹太主义和种族主义仇恨的可证行为 反犹太主义违背了美国人的核心价值观 他还表示美国人有责任让人们团结起来反对仇恨 也有义务公开反对任何攻击美国同胞尊严和损害社区安全的人 马斯克15日在社交媒体上公开支持白人至上主义者中流行的反犹太主义阴谋论 该帖子称犹太社区一直在推行针对白人的仇恨 反犹太阴谋论认为 犹太人想把无证的少数民族带入西方国家 以减少西方国家的白人人口比例 随后马斯克遭到网民的强烈反对 马斯克在后续的文章中表示了他的观点 他不相信对白人的仇恨会延伸到所有犹太社区 并批评反诽谤联盟 声称这一组织宣扬针对白人的种族主义 对此反诽谤联盟首席执行官格林布拉特表示 利用自己的影响力来证实和宣传反犹太主义理论 无疑是危险的 反诽谤联盟是一个倡导反对反犹太主义和仇恨言论的组织 马斯克因在社交媒体平台上的反犹太主义行为而引发愤怒 迪士尼 苹果和师门营业公司等 停止了在X前身为推特上的营销活动 凤凰卫视 张备员 姚依伟 华盛顿报道